一会儿的功夫后,终于让他看出了一些蹊跷,发现了两名十有八九是圆英七的修士,一位是黄袍白眉,脸庞轻瘦的老年如生。 此人一只手悠哉悠哉地背到身后,另一只手捧着一卷破旧的竹简,津津有味地看个不停,并不时地摇头晃脑几下,颇有几分书呆子的样子。 另一位则是位白衣无尘的中年美妇,此妇人容颜秀丽,但浑身散发着冰寒入骨的寒气,一副生人勿尽的样子。 此刻这位冷若冰霜的美妇面无表情地擦拭一把带翘的乌黑长剑,从寒厉在厅堂外出现到进入厅内,她都根本没有瞅过一眼,看起来非常高傲的样子。 其他修士中虽然也有气定神贤,冷漠之极者,但和这两人一比,那份从容就显得有些虚假。 而且这里的大部分修士,望向这两人的眼神都不由地带有一丝敬畏之色,这可是其他修士没有的。 仅此一点,汉利就肯定这两位一定是元英七的高人。 当然,汉利也清楚,除了这两人外,其他修士中肯定有一些特殊的家伙,一样小瞧不得。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那玄谷上人。 论修为,老摩似乎只有杰丹后七,但真正厮杀起来,杰丹后七的修士远不是其对手,几乎可以说是仅次于元英七的存在。 谁知道其他几人中还会有几人这样扮猪吃老虎。 汉利心里嘀咕个不停,却似乎忘了,他自己灭一位同杰的修士好像也不怎么费力气。 不管怎样,汉利一番算计后心里越发谨慎,并不时地暗自和解。 这些人聚到这里的真实目的,总不会为了开什么无聊的修士大会吧。 毕竟无论是那锦帕残土,还是这座空中漂浮的徐天殿,都表现得如此诡异,甚至连元英七的修士都被吸引来了,说明此地肯定会有了不得的事情发生。 可惜的是,他对此一无所知,否则倒可以暗自计划一下后面的行动,省得到时候有什么危险和突发事情发生,而身处不利的境地。 眼下他也只有见机行事了。 汉利正暗响之际,耳边忽然传来玄谷上人的悠悠传音。 小子,没想到你也有徐天残土,这次取宝,我们合作一把怎样。 取宝? 一听这两个字眼,汉利心里一喜,知道自己这次算是来对了,但脸上却保持着原来的神色。 不知前辈打算怎么合作,可以先说来听听。 玄谷上人画作的少年,一听汉利没有一口拒绝,不禁精神一震,正想在传音细细商谈时, 厅堂入口处又传来了脚步声,接着从外面大摇大摆走近两人来。 韩利和玄谷上人一看清楚这两人,竟同时神色大变。 韩利还好点,只是脸色有些发白,而玄谷上人则完全面容扭曲, 目中露出嗜血的疯狂之意,但幸亏他够心机深沉。 这种神情只是在其表面上一闪即逝,马上恢复了正常的神色。 刚进大厅的时候,未曾发现玄谷上人的异状,不过, 韩利望着这二人心里暗暗叫口不已。 一位两人中的一位,竟是那吉音岛的少岛主,乌丑。 另外一位虽然韩利陌生得很,但是为面容苍白, 两眼细长的周年修士,但他心里却隐隐猜出了对方的身份, 不禁又有些后悔来此。 这时,周年修士带着乌丑进入大厅,四下冷眼一扫, 随后目光在一位面色焦炭的修士脸上停顿了下来, 接着就冷笑了几声。 黄脸修士面色如土,身形有些微微颤抖, 但随后他又想起了什么,身子马上一挺, 竟又直着站了起来。 好,很好。 中年人冷笑地说了几声, 目中寒光一闪,就不再理睬韩利。 这人的目光刚一落到韩利身上, 韩利顿时犹如被毒蛇盯上, 不由地寒毛倒数。 虽然看起来神色不变, 但实际上心里大为地忐忑不安。 但马上韩利就恶然了起来, 因为中年人一看清他的面容, 脸上竟露出了一丝遮掩不住的惊喜之色。 虽然很快就恢复了正常, 但韩利却早已瞧得分明。 这下韩利有些摸不着头脑了, 因为疑虑更生。 这一幕被那玄谷上人看清楚, 同样一愣, 随后他眼珠转动了几下, 低头沉思了起来。 此时中年人已望见了老年儒生和中年美妇, 微微一震, 就把目光寒芒一收, 面带春风着冲着二人一抱拳说道, 没想到南河岛的青凶和白臂山的温夫人也到了, 吴某真是失敬啊。 有什么失敬的? 青某可不比乌兄的吉阴岛家大业大, 也只能来这碰下运气而已, 毕竟这是三百年才有一次的机会。 而且我听说呀, 蛮胡子这次好像也得了一张别人孝敬的虚天残徒, 恐怕不久也会到此的, 到时候我们几个老不死的, 倒真的可以再聚上一聚了。 蛮胡子也就来? 是啊, 听说他因为寿元快到了, 这次想去虚天殿内找一些寿元果, 来练制几颗长生丹, 希望能多活个五六十年。 老者洋洋地说道, 似乎有些冷嘲的味道, 而冷若冰霜的美妇则头也没有抬, 继续擦拭他那把宝剑, 根本不理睬这二人的言谈。 韩丽听了他们的交谈, 情不自禁深吸了一口凉气, 虽然只是短短几句话, 可让他知道了不少有用的信息, 这中年人呢, 果然就是那附身过乌丑身上的基因祖师, 听他们的言语, 还会有一位元英七高人要来的样子, 在虚天殿内竟有能延长人寿元的灵药, 真是不可思议, 难怪连元英七的高人都眼巴巴地跑来了。 韩丽一边思量着刚刚得知的信息, 一边暗自想着自己是不是要趟这趟浑水, 虽然不知道前面会遇到什么, 但这座古怪的空中宫殿, 一看就类似越国血色失恋的地方, 全都是那些蛮荒石的古修式建造, 里面宝物虽然不少, 但同样危险一定不少。 而那基因祖师刚才的莫名表情, 则让他实在是心里发毛, 不知对方打的什么鬼主意, 不管此地的事情, 立刻退出才是明智之举。 不过听着几个老怪物说, 这里竟是三百年才能进来一次, 若是就此退去, 他很可能就没有这个机缘了。 就让韩丽又愁愁了起来, 韩丽正拿不定主意的时候, 耳边却传来了玄谷上人的话语, 小子, 你身上有什么基因势在必得的东西, 否则他怎会对你露出这种表情来? 若我没有猜错的话, 小子你恐怕要倒大霉了。 玄谷的声音虽然平平淡淡, 但明显充满了讥笑。 听了这话, 韩丽心里冷哼一声。 若是这位基因导主知道阁下在这里的话, 想必会更高兴, 多半会和前辈好好续一下师徒情分。 你敢威胁我? 不敢。 你前辈的身份手段, 在下怎敢如此? 不过, 前辈还是不要幸灾乐祸的好, 否则晚辈性命不保的情况下, 说不定会说出什么失言的话, 将前辈牵扯出来。 韩丽面无表情, 玄谷半天没有作声, 就在韩丽以为对方恼羞成怒, 一时不会再打搅自己的时候, 耳边木然传来了一句冷冰冰的话语, 话里的内容让他先是一愣, 但随即惊喜起来。 你想不想结成猿鹰? 前辈, 这话是什么意思? 哼, 什么意思? 我的话很简单, 我知道一种让凝结猿鹰机会倍增的东西, 此物就在这虚天殿内, 除此之外, 就别无他法。 你若肯与我联手, 趁此机会除掉极鹰这个溺土, 我就给你指明此物所在, 并将得手的方法一一告诉于你, 这个条件怎么样? 要知道, 若不是我修炼的乃是妖鬼之道, 根本用不上此物, 这东西是说什么也不会让与你的, 而即使你不肯和我联手, 基因看样子也会主动找上你, 到时候, 全国用诱惑和威胁并用的口气许许讲道, 并一点不掩饰对基因祖师的满腔杀意。 韩利听了后, 没有马上同意或者拒绝, 而是坐在地上漠然了起来, 脸上眉头微皱, 满是沉吟之色。 玄谷上人化身的少年同样从容之极, 不骄不躁。 他相信只要是杰丹七的修仙者, 就没有人能够拒绝如此大的诱惑, 他只要静等韩利地答复即可。 这时, 基因祖师和乌丑飞到了老年儒生旁的一根空柱子上, 和那儒生有一句没一句地聊了起来, 并不时地冲那温姓美妇说那么一两句。 可是美妇在擦拭完宝剑后, 将长剑一收, 闭目养神起来, 根本连眼皮都没有抬一下, 一副不想理睬的模样。 基因祖师受到如此冷落, 却没有动怒和露出尴尬之色, 仍旧是满脸是笑, 言谈着, 显得诚服极深。 韩利眼光微微一瞥, 将这一切看入眼内, 对基因祖师越发地忌惮, 此人不仅修为高深, 心机看起来更是远超常人, 若非如此, 当年玄谷老魔怎会栽到他手上, 被其害得转修妖修之道, 连轮回之路都彻底堵死了, 这让玄谷痛恨得恨不能将其错骨扬灰。 不过, 不管玄谷老魔和基因之间的恩怨, 如今他竟被此人给盯上了, 这对他来说可大事不妙了。 虽然不能说如今他在原英其修士面前 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 但真要是面对为敌, 能成功逃掉的可能性还真是低得可怜。 毕竟杰丹初期和原英期的修为实在差得太远, 即使他的法宝和弑金虫再厉害, 估计也只有被人击杀的份。 这样思量一会儿, 韩丽终于传声向玄谷问了一句, 稍微给我介绍一二, 你说的那个东西, 我总不能听你信口一说, 就马上对上一位原英期的修士吧。 这当然, 只要你愿意和我联手, 就是不问此事, 我也会透露一二。 玄谷脸上隐隐一喜, 然后偷偷传声。 韩丽听了这话, 并没有再说什么, 干脆坐在那里, 轻轻闭上双目, 装作炼器的样子。 那东西叫九屈灵参, 乃是天地灵气所化之物, 虽然本体只是一种灵草, 但其灵性十足, 从诞生之日起, 就会幻化成各种动物或昆虫, 能够自行活动, 还非常擅长钻土入木。 许多年前我就在这虚天殿中看过此物, 只是当时修为过低, 又实在没有合适的法器捕捉, 只好作罢。 而第二次来的时候, 我已修成原因, 虽然不会花费力气在这上面, 现如今只好便宜你了。 九屈灵参。 韩丽听了后倒吸一口凉气, 此物韩丽可是久闻大名, 这可是传闻中的仙草。 虽然在许多灵草典籍中看到过此物的名字, 但韩丽总以为这种东西 就是真的在凡间出现过, 那也是蛮荒时候的事了。 难道这虚天殿还存有此物不成? 不过话又说回来, 在这些古修士遗址中发现一两株这样的仙草, 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这九屈灵参对结成原因大有用处, 他还真是头一次听说。 那些书上对此物的具体用途可都说的是含含糊糊, 丝毫没有提及用处。 老魔不会为了骗自己联手, 故意拿谎话蒙他吧? 含含糊有些怀疑起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